因为孟琪回来的然后比较早嘛 我们也有几天没有见了 还要去不要去 要都再去 有一个过程我是没有录视频的 当时是晚上的时候 本来我是计划的 就是提前帮她送过来 因为当时那几天姐姐也不太舒服 然后怕她生了 然后就家里面没有人照顾她了嘛 我就本来打算就是提前几天 把她送家里面来 当我白天跟她说 我们要回家的时候 就打算把她送走的时候嘛 她晚上跟我说 问我们要坐几点的车 她给我要求说 要坐11点多的车 大家能不能想到是为什么 你跟大家说为啥 没有为啥 为啥要我坐那一班车 因为你能跟增长正中一样的事件会来 是吗 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 我忘了 我忘了 我帮你回忆回忆吧 咋回忆一言 我饿了 我饿了 我想吃牛肉杆 你都没有想起什么吗 我想起来我想吃牛肉杆 他要喝落十分 你的要求不低啊 哪不吃牛肉杆 你有没有想到 方便面 想到了 你有没有想到盒饭 没有 没有 你有没有想到卤蛋 想到了 而就是想吃货能上的东西 你为啥给我扫过来 你知道货能上的东西有多贵吧 我扫有多贵 这样不能给奶奶罚钱了 知道不知道 嗯 这样你现在在门阁阁下面 在门阁阁可以吃爽味的东西 比如 柯皮克 对了 柯皮克那里面卖的 十四 十四 三十下面 七块 二十 所以说 所以我能吃两个柯皮克都买去 或者啥东西太贵了 所以 你得给我玩点好吃 不差我吃我提前回来 呦 我想跟他妈商量 跟他妈说 你得 省活费一个月 不能超多少钱 二十 你这都超过多好了 你给我获得上啥意思吃滑脑袋 你吃一算算 我算 特饭十块 获得上是死 还有鹿蛋 十二 你算算 获得票是死 算咱这就好了 五四 其实这几天我没有拍视频 大家都很想念你 你要不要给大家大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小小林老师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大家的喜欢 你要看着手机你看 哈哈 我想把我的枕头拿过来 你跟大家打招呼 你跟别人说话 是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说的 我看着他想念我没有成语 嗯 你不看着才会想着没有成语 知道不知道 我看着他的眼睛没有成语 没有成语 你不看着他